好啦我們現在呢 人又在三峽的瑞奇車院囉 那今天又要做什麼呢 結果我X妹有改卡鉗嘛 如果改完卡鉗之後就一直覺得原廠的手感很差 極差無比 因為原廠它那個拉桿又是比較圓弧狀的 你接觸面積小 那你拉就會很難失利 所以我一直在看拉桿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因為 X妹那台車很重 它又會把你的腿撐開 就踩不太到地 有時候你停在斜坡等候根的時候 你一定要Hold著煞車 因為你一不Hold的話 車就會開始把它開始往後 對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要不要裝那種有那種手煞車的配材 稍微Hold住了 那我就有看到台灣的有一個改裝廠 APEX他們有出煞車拉桿 對 就是我本來只是想要換拉桿 然後APEX他們那邊很熱情 他就寄了一下對X妹的改裝品過來給我們 這支影片呢 會分成上級跟下級 今天上級的部分呢 我們會先裝後把套跟拉桿 還有平衡端子 其他像是車台強化還有一些腳踏後衛的部分呢 我們會放在下級 對那今天就麻煩洪偉哥來幫我們一起 學習如何安裝拉桿 今天呢會更換 X妹的平衡端子 握把套跟拉桿 X妹的握把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做的比較光滑 所以其實下雨 假如說不戴手套 有時候不是很好適應 端子有一個問題就是 像我是兩年車嘛 你看原廠的端子都已經生鏽的非常厲害 那這一次呢會換成 他是白鐵杜泰的 反正就是一個騷 重量的話我有量過 他這顆的話 單顆不含螺絲的話是 100公克 X妹原廠的 還要少10公克而已不會差很多 然後他是通用型的 M6螺絲的 還是17mm以內的 管徑都可以用他附贈的 膨脹螺絲去做安裝 他的握把套啊 他也是通用型的 他的長度是 125mm 那你假如說是 120或是 130的機車握把都可以使用的 大車小車 只要這個長度的話都沒有問題 那紅耳哥像我有看有一些人啊 他們比較平床啊 他們會直接 把原廠的握把套割開來 然後用塞的回去 像這樣的話會有哪一些問題 也不是不行 只是說 因為原廠的那個加油管啊 他有做 一點突出的一個造型指滑這樣 如果要是這樣用的話 你除非要把它割得非常乾淨 說他上面的那些突出物 都要把它割掉才可以 沒錯沒錯 不然這樣子的話 你新的握把套 直接裝上去的時候 你握起來就會有那種顆粒感 很奇妙的顆粒感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前面的油門座都先拆下來 油門座整個都拆掉 然後就是握把套連 連油門座一起做更換這樣子 拆開來的時候 可能也要看油門線夠不夠長 如果油門線的長度 不夠讓加油管 那下的話 那有可能連後面的 貼油法都要熟 對對對 然後也要把前面 這裡的油門線的部分 要把它鬆掉 所以他那個螺紋 是在調油門線的間距用的 對 用來調他的鬆緊用的這樣 下來了 看來不用拆解油法 對 賺到 賺到 少一個工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完整的取下來 把它稍微剝開一點 你看 它有一個突出來的 對 那所以如果說我們要沿用 沿用這個的話 你這些也都要修平 不然裝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就會有一塊尖隙在那裡 對對對 怪怪 你就會覺得怎麼裝 那個位置好像就不太對 就會不好看 為了要安裝上比較完整來講的話 可能就還是會選擇把這個 就一起做更換 像這種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它大概會有分幾個規格 通用門線 不然車種來講的話 幾乎都是通用 所以買的時候 稍微問一下賣家 車型就可以了 對 可能車型稍微確認一下就OK 它這個是通用型的 所以它這個長度會比較長 我也要再看一下它的長度 會需要再修 等一下就末端 這裡要再把它修短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兩個握把套 有一個會比較大 有一個會比較小 那小的這個呢 是沒有油門座的那邊 那有油門座的話 是比較大的這個 假如說也是晴天的話 它是蠻抓蠻黏的 那下雨的狀況呢 因為它下面這裡 有做這種顆粒條紋的形狀 所以你在雨天的握齒 也不會說非常的滑 剛好這個地方 會在指腹的地方 所以你就不會有不好 去選你的油門 或者是握你的握把的問題 裝握把套的時候 邊邊稍微上一點山材水落的話 到裝的時候會比較好 山材本身的話 乾掉就變粉了 對 不會有任何滑動的那個 我看到有一些 他們會用肥皂水 一樣是 可以可以可以 記得不要倒太多 倒太多等一下 不會乾 可能會乾比較久 對 而且塞進去的時候 啊 流出來了 白白的流出來了 擦一下擦一下 對 倒太多就會這樣 像它的後面 假如說你是有平衡端子的 它其實 這邊有故意做的比較好切 比較薄 沒有端子的話 也可以直上 那假如說有端子的車種 你就拿美工刀 把這個圓 把它切掉就可以了 對 可以一下 除了這個功夫 它就比較不會 開 以擦妹來講 圓掌的話 它是用 N6的螺絲 直接直上就可以了 然後它有附一個 膨脹的 假如是像 S-Mate那種 中空的車管 你可以使用 有時候摩托車停在外面啊 我把那個地方 多少會 浮點水 所以說 裝的時候 其實在 螺絲的地方 可以上點 黃油或 紅八白這樣子 日後 要拆裝 比較好拔出來 對 不會卡死 對 它就比較不會生鏽卡死在裡面 對 這樣拉桿 其實只要拆一顆螺絲而已 固定 那個質地 對 這個螺絲而已 這樣 有些車種 它可能 其他的乾色的話 你可能才需要再多 多塞殼 或什麼 像近站在裡面的 對 就要拆殼 拉桿啊 放之前的話 固定螺絲上面的那個 泥沙 先把它清潔乾淨 把這邊 就得泥沙清潔乾淨啊 避免說 新的拉桿裝上去之後 可能會有作動不順 或 加速 磨損的一個問題 我們改裝拉桿啊 它在 這個地方 就只是一個鋁 的一個結構 這樣 那畢竟鋁 它本身還是會比較軟一些 有時候我們拉桿一裝 你可能會用個 三年 四年 五年 久了 這個孔 有可能會被擴成 橢圓形了 我們今天 在這個拉桿螺絲 安裝之前 先上一點 紅八白 它組裝上去之後啊 再拉的時候 這裡就可以有一個潤滑 拉桿這個孔位的部分的話 它就比較不容易造成 磨損或 擴孔的狀化 那像這個東西 跟一般的黃油 會有哪些差異 一般的黃油的話 它其實比較不耐高壓 這個金屬色的部分 就是它裡面會有銅粉 本身就是一個 潤滑性比較高的一個 金屬 邊邊 會跟 總幫 摩擦的面 也 也沾一些 那我們這樣子 待會就可以安裝上去 Apex這組拉桿呢 有個優點就是 它是有手煞車的 就是你只要調整好 你的手煞車調節的片子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下去 它就會固定 那這個東西你不要 長時間的使用 因為 它其實就是在增加你的油管壓力 你假如說是臨時停個車 拿個東西 或者是等紅燈的話 可以去使用 不要 停車的時候使用 有時候在斜坡上 那個車重啊 這個東西是蠻好用的 那另外一點就是 它是可以調整你的拉桿間距的 這裡有一個轉圈 它其實是一段一段的 往這個方向條呢 它的間距就會越來越開 當然假如說你是手比較大的 你就可以把它調的比較開 如果你是手比較小的車主呢 你就可以像它最短的間距呢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以我目前原廠的總共跟 原廠的後卡來說 它調到最短也是不會 直接撞到你的手把 是沒有問題的 這款拉桿呢 它有很多的顏色 博產的小束克達 還有一些 大洋 都是可以安裝的 那有需要的呢 我會把他們的粉絲團 丟在下方的資訊欄 那今天 非常感謝瑞琪車業的洪偉哥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最後來聊聊實際安裝的使用心得 先前就有車友建議我改XMate拉桿手感會變蠻多的 那時候我還不太相信 然後自己來安裝之後才發現真的差很多 原廠拉桿的問題呢 第一就是 它與握把的間距太大 再加上它的視力角度啊 拉桿與你的手指接觸的面積 不夠大的問題 如果長時間在山區騎乘 對手指的負擔真的很大 而且它很難去控制煞車的力道 換完拉桿之後呢 第一趟出門是跟幾個朋友去跑 司馬庫斯 也去過朋友也知道 那邊非常多的急彎 需要頻繁的去使用煞車哦 實際上操作啊 手指所需要的力道比之前少很多 而且能夠更好的控制煞車的力道多寬 那握把套的部分呢 因為它下面那個輔助握持的勾槽 做得很深 不會像我另外一台車 有裝那個馬路洗的握把套 會有那油門滑掉的問題 那因為它勾槽位置 是設計在下面你指腹的地方 也不會有那個握把套 形狀握久啦 手會有不舒服的問題 在下半截的部分呢 我們會安裝Apex 他們出的XMate腳踏後一套建議 跟車架強化 還有避震強化的拉桿 安裝這些改裝品需要拆比較多的車殼還有零件 所以我們才會拆成上下兩集去拍攝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